嗨,大家好,欢迎来到我的频道 今天我们一块来做这款可爱的小蜜蜂 小蜜蜂由头部,身体,翅膀,脸颊,还有它的处须组成 先来制作头部 用黄色的线,在左手食指绕两圈 环形起针 勾针插入环内,把线带过来 勾一个锁针固定,要拉紧 接着勾一个辫子针作为起立针,不算一针 继续在线圈内,勾至六个短针 新手姐妹可以在第一针处用记号扣做好标记 继续在环内勾至五个短针 六个短针勾好之后,收紧线圈 和第一针进行引拔连接 再勾一个辫子针 接着来勾第二圈 第二圈要在上一圈的六个短针针目里 每一个针目勾一个短针的加针,也就是两个短针 完成之后,这一圈一共12针 上下的部分大家自行完成 上下的部分大家自行完成 最后一针勾好后,依然是和第一针进行引拔连接 再勾一个辫子针 再勾一个辫子针 接着来到第三圈 第三圈 每隔一个短针 勾一个短针的加针 也就是勾一针短针 下一针目里勾一个短针的加针 以此循环 重复六次 勾好之后 一共是18针 按照这样的规律大家自行完成这一圈 完成后和第一针进行引拔连接 勾一个辫子针作为第四圈的起立针 第四圈我们先勾一个短针 下一针目勾一个短针的加针 也就是两个短针 再下一个针目勾一个短针 就这样重复 一个短针 一个短针的加针 一个短针 这样的规律重复六次 勾好之后一共是24针 接下来的第五圈到第十四圈 大家按照图解自己勾完 第九圈到第十四圈是不加不减的勾 一圈短针 完成后我们来看第十五圈的勾法 第十五圈我们开始剪针了 先勾三个短针 然后勾一个短针的剪针 剪针的勾法我们先勾 接下来两个针目的外半针 然后依次拉过来 勾一个短针 这样就是一个短针的剪针 接着再勾三个短针 这样就完成了一组花样 这一圈要勾六组这样的花样 勾完之后一共是42针 接下来的第十六到第十八圈 大家自己按照图解 把剩下的部分勾完 勾好之后直接拉大线圈断线 线头不用留得特别长 接下来我们在头部塞入填充棉 塞到自己满意的程度为止 这样头部就做好啦 身体的部分大家先按照图解 把第一到第八圈勾完 第九圈开始我们要换成黄色的线 我们看一下 这是第八圈最后一个短针 我们不勾完 最后我们把这个黄线带过这两个线圈 然后把黄色的线和棕色的线一块都拉紧 接着再和第一针进行引拔连接 这样呢换线就完成了 接着勾一个辫子针作为第九圈的奇力针 棕色的线可以暂时放在一边 大家呢 嗯 这一圈还是不加不减的 勾一圈短针 勾到这一圈结束的时候 我们再看一下 嗯 结尾处怎么处理 好 这一圈勾完之后呢 和第一针进行引拔连接的时候 我们把棕色的线带上来 压在下面 这样带上来 因为我们后面还会需要用到这个棕色的线勾织 所以我们就这样把它一圈一圈的带上来 后面会很方便勾织 接下来第十到第十二圈 大家按照同样的方法自行完成 每一圈的结尾都要把棕色的线带上来 第十二圈的最后一针我们要换线了 最后一个短针勾一半 剩下的两个线圈 这个时候呢 直接把棕色的线带过两个线圈 再把黄色的线拉紧 继续用棕色的线勾织和第一针进行引拔连接 这样棕色的线就换好了 黄色线的身体部分不再需要 我们可以留一点线头把它剪断 黄色的线头随着勾织就把它压在下面 勾在织物里面 接下来第十三到第十七圈 大家按照图解自行把它勾完 完成后留35厘米左右线头用于缝合 接着在身体塞入填充棉 接下来将头部和身体进行缝合 穿入缝针 我们找到头部有引拔针这一部分作为缝合的开始位置 因为头部最后一圈和身体最后一圈的帧数是一样的 所以我们只需要一针对应一针的缝合就可以了 最后一圈我们可以多缝几针固定 将线尾进行拆骨 将拆开的一股在其他部位勾出 然后将两个线头进行打结 再把整体藏在织物的里面 这样就缝合好了 接下来制作翅膀 翅膀所需要用到的针法都已经介绍过了 大家按照图解自行勾完 翅膀最后一圈完成后 拉大线圈留15厘米左右用于缝合 同样的方法再制作另外一个翅膀 翅膀完成后我们来勾至脸颊 幻形起针 勾八个短针 大家还是自行完成 我们来看一下脸颊 勾完后 线头的处理方法 在第一针和第二针处 从后往前进入针 把线头拉过来 紧接着在最后一针 两个横着的线这里 从后往前进针 把线头带过来 最后呢把 起针的线头和结尾的线头 这两个线头打结 再把线头在植物的背面藏好 剪断多余的线头 同样的方法制作另外一个链颊 接下来进行翅膀的组装 穿入缝针 我们能看到引拔针这一列是很明显的 我们把它放在背后 然后把翅膀安装在左右两侧 从脖子这里开始就可以 把翅膀缝在身体的两侧 最后一针缝好之后将针从其他部位穿出 先不用剪断线头 用同样的方法将另外一只翅膀缝合好 我们看到另外一只翅膀也缝到最后一针 我们还是最后一针穿出的位置和第一个翅膀穿出的位置相同 然后我们将这两个线头进行打结处理 再把线头呢 藏在织物的里面 这样翅膀缝合的会更加牢固 下面来组装脸部 我们先看眼睛 头部从上往下数 第十一和第十二行中间的位置 我们要将眼睛安装在这一行 我们先找到中间的这一针 接着向右数四针 做好标记就是左眼的位置 再向左数四针就是右眼的位置 再把中间的标记平行向下一一行 拿出棕色的线抽取其中的一股 穿入缝针我们开始绣制嘴巴 从脸颊出入针 找到中间的这个标记的左右各一针 我们要从右边的这一针处 出针 然后在中间 这个位置的下面一针 入针 然后左边的一针出针 然后呢 再从下面一行的针目里入针 再从原来入针的位置穿出 这样这个小嘴巴就修制好了 处理一下线头 打结藏线 断线 接下来用胶把眼睛粘在左右两侧 坐标记的位置 在胶没有完全干之前还可以对眼睛进行调整 接着用胶将脸颊粘在左右眼睛的下方位置 最后我们来做触角 找一段35厘米左右的铁丝 从中间对折 再从中间剪断 将铁丝一分为二 举其中的一个对折 从头部往左右两边 各属四行 将触角安装在第四行和第五行中间的位置 先用珠针 找好位置 左右两边要对称 接着将铁丝从标记的位置穿入 将顶部弯曲 看一下需不需要调整长度 接着用两个铁丝 在根部拧凝几圈 拿出黑色的毛线 我们要开始缠出脚了 在根部涂一点胶水 根部我们可以 多缠两圈 再缠几圈 接着继续将黑色的毛线缠绕在铁丝上 当缠绕到一定长度的时候 我们可以在铁丝上涂一点胶水 这样会更加牢固 顶部还剩下一部分的时候 我们把它弯折过来 再涂一点胶水 继续往回缠绕 弯折部分 缠绕完就可以把线剪断了 留一点点 在尾部涂一点胶水 把它粘好 这样一个触角就做好了 用同样的方法 完成另外一侧触角的制作 好 这样我们这款小蜜蜂就做好了 赶快跟我一起动手做起来吧 喜欢的话 记得订阅我的频道 并分享给你的小伙伴 也欢迎在评论区告诉我 你想看到的视频教程 我们下期见啦 拜拜 拜拜